好,这是我们的38x38的美式压头机,38公分乘38公分的,好,这是一个时间温控二合一智能表,来,我把这个加上来,首先呢,我们调一下温度,温度是左边这边那个按钮,首先按一下ICT一次的话,进入那个设定状态,这个设定键就已经,这个灯就亮了,然后可以按这个上上键头来增加温度,也可以按那个上上键头来减少, 一般我们升华汤是210度就足够了,然后再按一次就是完成设定,这个灯就不亮了,然后就完成设定了,右边是时间,这个S代表的是秒数,那我们首先按一下ICT进入那个时间设定状态,这个灯就亮了,然后我们也可以按那个向上键头来增加时间,也可以按这个向下键头来减少时间,一般我们升华汤是用30秒钟的时间,然后再按这个ICT最后一次完成设定, 这个灯就不亮了,好,我们现在来看一下这个,这上面这个是发热板,这是固焦电,这个下面是铝板,我们现在把压力调一下,大家看一下,这个下面,这个顺时针旋转的时候呢,是增加压力,如果我们一顺时针旋转的时候,我们是减少压力,就是往右边这样转的时候,减少压力, 当我们把压力调好之后呢,我们要把这个,可以调一下这个按钮,这个紧固螺丝,把它紧固一下,就是把这个压力固定下来,这样它就不会动,好,这个压力我们已经调好了,现在我们来测试一下机器,首先呢,我们把这个发热板可以摇过来,然后呢,把这个,这是一个迪伦布,白色的, 我们先把它铺在下面,铺平,铺平之后呢,一张生滑纸,生滑纸的图案呢,面上的那个我们的布,平面铺过来,然后铺好之后呢,把这个发热板摇过来,摇过来之后呢,这个手往下压,然后这个时间开始进入倒计时,从30秒钟时间到0秒, 呃,当完成,呃,当时间完成之后呢,变成桂林之后呢,呃,它就会自动鸣叫,然后你就可以把铲铁拿走了,好的,我们现在把发热板摇起来, 然后,往右边旋转过来,我们看一下烫纹效果,就是满满的生滑烫,烫纹效果非常棒,所有的银子都已经过到这个,呃,布上面去了,我们看一下这个效果,嗯,非常漂亮, 不要啊! 要少认愿了啊! 我很快 Looksüyor! 非常保密啊! 对rice有点创 火锅 everywhere! 感谢观看